大家好,我是旭哥,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一拳超人英雄之路 好,那旭哥今天要來分享這個最新的聖誕節禮包嘛 這個可以拿1000鑽的序號,爽爽的領起來吧 好,那接下來會講一下這個聖誕節神角 童弟要怎麼樣免費入手,這三種方式 再來呢這個聖誕節的童弟啊,為什麼這麼強勢呢 被稱為聖誕節這次轉蛋池的大獎呢 續個會詳細的分析給大家 這一次來講這個隱藏版的聖誕神角童弟啦 這個冰雪節特別版的這個童弟 好,那大家注意一下的CP是高三男 那可能有些玩家不知道 這個高三男就是名稱上柯南那個柯南的配音啦 所以蠻有趣的,他都是這種小孩子的配音 柯南的配音 所以他講話很像柯南,因為他這個配音是同一個 好,那這一次呢,這個柯南啊 不是柯南,童弟啊 童弟呢為什麼就是會被大家說是這一次聖誕節的大獎呢 最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呢就是因為這個龍卷啊 大家已經練太強了 原本那個版本龍卷練太強了 導致說你這個聖誕節版本的不好練 那原本這個龍卷跟著徐哥講 從開服玩到現在你的龍卷應該戰力都超強 甚至你可能是神話五星以上了 然後戰力都超高,龍卷一波流嘛 開局跟徐哥玩的話就是這樣 所以說 聖誕節版本相對之下就比較難練 因為龍卷只能上一隻啊 所以你只能上這個一般版龍卷會 CP值會比較高嘛 所以導致說這個聖誕節的龍卷呢 就相對之下吸引力沒有那麼高 雖然說他很強 那昨天徐哥有講他是一隻很強的神角 但是定位有點尷尬 因為一般版的龍卷就是很好取得 然後這個練度也非常高 那相對的這個童帝呢 他算是比較特殊 那講第二個原因 因為龍卷這個童帝啊 他的這個被動技能組算是 徐哥覺得非常好用 我們看一下先講他的被動技能好了 戰鬥開始的時候呢 他可以使正面的敵人啊 所在的橫排呢 降低防禦 最多可以降這個25%的防禦啊 降防是一個非常好用 而且真的是被動技能 而且電到滿的話是兩個回合的降防 所以這個算是蠻萬用的技能 只要橫排就可以直接降防這樣 算是很好搭配的 那你只要把他擺在一個橫排之上呢 就是你就是他沒有發揮到任何的效用 也可以降防 所以這是非常實用的被動技能 那更何況他的主動技能也非常好用 我們看一下他的一般的技能 他會攻擊這個正面的敵人 最多造成150%的傷害 而且他會點燃 點燃之後呢 他會持續扣血啊 每回合扣50% 兩個回合 非常實用的技能 而且輸出能力也不錯 再來他的必殺技啊 他會連續攻擊敵人7次這樣 然後每次會造成85%的傷害 也是非常實用 那假如他有這個持續傷害類的效果 我還會再額外增加50%的傷害 所以他這個輸出能力是非常強勢的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這個聖誕節童帝 會被大家認為是這個 反而是聖誕節的第一名 因為第一個是龍捲 大家這個一般的龍捲太強了 已經練到太後面了 那這個童帝呢 他的輸出能力很棒 再加上他有一些很好用的被動技能 剛才徐哥講 可以這個直接降防 直接降防是非常實用的 你只要搭一般的龍捲 或是搭像是波羅斯 惡狼 搭配這個降防 基本上輸出會非常漂亮 那另外一個被動技能是這個 普通技能造成倒地的時候 他會追加這個 追打 這個倒地的敵人 那最多可以打出 120%的攻擊傷害 那一樣對方 假如有這個持續傷害類型的 比如說像他這個第一招 附帶這個點燃 持續傷害類型的效果的話 他還會降低對方的怒氣這樣 所以是非常實用的 他可以降對方怒氣 就是有控制型的控場技能 再加上 這個可以降對方的防禦力 有這個debuff的技能 再加上他可以持續扣血 還有很強力的單體的輸出 他可以打7次 然後最多可以打85% 85%乘以7的話 將近是 600%左右的輸出 而且他腳還有這個持續傷害 還可以再造成額外的傷害 所以這一次的同地聖誕節的版本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大獎 不是沒有原因的 不是說聖誕節龍捲不強 是因為一般的龍捲 大家實在是練到太強了 所以導致說吸引力會下滑 那相反的一般人不太會練同地 開局的時候大家都練龍捲 所以聖誕節這個同地 反而吸引力會變得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聖誕節同地 而且他的CV是柯南 喜歡柯南的話 也不能錯過這次聖誕節的神腳 好 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一次 聖誕節的同地 會變成大家心目中的第一名 隱藏版的神腳 免費的入手方法 首先點畫面 左上角英雄通行證 那這邊呢 只要每天解任務 就可以拿到同地的碎片了 那解完 解這個到第15集呢 就可以免費入手一隻了 非常好用的聖誕節隱藏版神腳 可以免費入手 那你假如有課金可以拿到更多隻 課金可以拿到至少四五隻 好接下來呢 我們點畫面左上角的活動 活動的點這個心願占卜 在心願占卜呢 我們也可以抽到同地 那同地的話可以透過心願占卜抽 也可以透過這個水晶積分來兌換 所以總共有三種方式 那三種詳細的方法 虛哥都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三種 好那虛哥就來分享這個遊戲 最新最全最多組的 李寶馬 總整理了 我們首先點畫面 左上角的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 右下角的虛寶馬 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好那我們就輸入最新的一組 XMASHERO2022 XMASHERO2022 按確認 這可以拿到一千鑽啊 很棒的福利 THANKSHERO2022 接下來按這個確認 這可以拿到一千鑽哦 非常棒的福利 大家一定要把它這領起來 有一千鑽 爽爽的領起來啊 OP929 大寫的OP929 按確定 這可以拿到50鑽 還有一個轉彈券 很不錯哦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大寫的 MUSE001 MUSE001 按確定 這可以拿到一百鑽 這樣這個鈔票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 NiYA001 NiYA001 大寫的按確定 這有一百鑽 這樣鈔票可以領取 好接下來是BACALHAE 大寫的B 然後ACALHAU 按確認 這個一百鑽 這樣這個鈔票 好那接下來是大寫的 JIMMY001 JIMMY001 按確定 這個有一百鑽 加上這個鈔票 好那接下來是大寫的 TATGOR001 TATGOR001 按確定 這個有一百鑽 加上鈔票 HEROTRICKGIFT 按確定 這個很棒喔 這可以領到一千鑽 大家一定要領啊 一千鑽 非常棒的福利 R2 然後HERO 再來是EM R2 HERO 然後再來是這個 阿拉伯數字的E 再來是這個M 再按確定 這可以拿到五百鑽喔 非常棒的福利 大寫的FDNSITUPO 然後三萬 FDNSITUPO 3000 接下來按這個兌換 就可以拿到兩百鑽 DL 600 大寫的DL 600 再按這個確認 那這個可以拿到兩百鑽 再按這個三個轉蛋券 非常不錯 一定要領起來 ROAD2 HERO 929 ROAD2 HERO 929 接下來按這個確認 那這可以拿到這個五十鑽 還有這個轉蛋券 還不錯啊 PUNCH 929 大寫的PUNCH 929 按這個確認 這可以拿到這個五十個鑽石 還有一個轉蛋券 那我們就來輸這個 XNCE WP CV 大寫的XNC 然後小寫的E 再來是大寫的WP 然後小寫的C 再大寫的D 然後再按這個確認 這可以領到這個200鑽 大寫的OPM2 HERO 再按這個確認 這可以拿到10抽OPM FANS S S1000 OPM FANS 然後後面輸入這個10000 按確定 谢谢大家